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神圣的一幕 邓超和冯小刚一个是一线男演员 一个是国内的数一数二的导演 他们俩到底是怎样结下梁子的呢 事情就要从06年的集结号说起 当时邓超还是一个新人 起初邓超这个角色是定黄晓明来演的 但是由于黄晓明有戏约在身 所以这个角色就给了邓超 而邓超在拍摄集结号期间还亚细甜蜜蜜剧组 这一点让冯小刚很是不满 拍摄甜蜜蜜时 邓超和孙丽的恋景传闻就满天飞 一年后邓超随集结号剧组参加MTV的年度超级盛典 发表获奖感言时喊了一句 孙丽我爱你 后台群访时整个剧组站立在台前 等候访问谁知道 记者狂问邓超和孙丽的事 冯小刚就开始怒了 看来没人对电影感兴趣 那我们也就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说完邓超感觉到气氛的诡异 想要缓和一下现场 让大家把焦点放在电影上 这时候冯小刚却说走就走 挥一挥手带着全剧组人离场 这还是在媒体面前一点面子都不给 再后来邓超开始慢慢跻身到国内一线男演员和孙丽组成了家庭 夫妻荡开始驰骋娱乐圈 也推出了自己导演的电影作品《恶棍天使》 当时电影的口碑惨遭滑铁路 一条说《恶棍天使》的差评刷屏朋友圈的微博被冯小刚点赞 这让人联想起电影上映前冯小刚提到老炮改不改档机的事 那条微博点到了五里头商业片 很明显指的是同档期的《恶棍天使》 17年的国庆党 冯小刚导演的《芳华》和邓超主演的《心理罪之城市之光》又壮党 本想着不知道又要擦出什么激烈的火花 两人竟然在金鸡奖现场拥抱几爪 嗯 为他们感到高兴 这一集又柔美精致的《心闪梦境》系列视频 让更多的孩子感受爱 拥有梦想 就如他所说的 为孩子的未来描绘无限可能